因為 加入電鎖上有帶 每次都有今天事 誰趕沒煩惱的生活不如聊 沒有家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電鎖少女 今天我們來到了 ZenFone Air的上市記者會 那ZenFone Air呢 它在今年的CS展上 可是獲得非常大的好評喔 為什麼呢 因為ZenFone Air 它是首款可以支援Google Tango AR技術 還有Daydream VR平台的手機 而且呢 它的效能也非常好 因為它的首款搭載8GB RAM的手機喔 所以不管你是在玩遊戲啊 或者是做一些AR還有VR的體驗 它都可以非常的高效能 那在相機的部分呢 ZenFone Air它的前鏡頭是800萬畫素 那主鏡頭呢是2300萬畫素 那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的鏡頭啊 除了這顆主鏡頭之外 上面還有兩顆 就是可以幫你偵測一些 動態追焦啊等等的感應 那在外觀的部分呢 ZenFone Air它是5.7吋的手機 那轉過來呢 它跟以往就是我們印象中的 ZenFone很不一樣 就是它這次不是採用同性微的設計 而是用這種皮革質感的設計 我自己還蠻喜歡的 那究竟AR跟VR要怎麼體驗呢 繼續看下去吧 好 那ZenFone Air要怎麼樣 裝到Google的Daydream上面呢 這邊有一個Daydream的App 然後只要按下去 在右下方就可以看到有一個VR的模式 你就點一下 它就會告訴我們 你要裝到Daydream上面啦 然後它這邊就會出現一條虛線 你只要對起這個黑色的 就可以開始 就把它綁起來 然後就可以直接戴上去 然後再利用這個遙控器去調整你的對焦 這樣就可以開始玩囉 就是前方是遊戲的畫面 然後旁邊就是整個遊戲的場景 哇 你不錯欸 好 那最後呢 宇恩就要來為大家示範 ZenFone Air它的AR效果到底有多厲害啦 我們只要打開這邊有一個內建 有一個Ice Agent的App 那它就可以配合就是ZenFone Air 它後面有三顆鏡頭 可以分別的偵測你的地板啊 牆壁還有天花板等等的高度是怎麼樣 來就是偵測你這整個空間 那我們現在只要按下左下方這邊有一個 就是你所有傢俱的行路 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傢俱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來換一個沙發試試看好了 嗯 你看到沙發已經生長出來啦 那你只要透過就是這樣拉近拉遠 就可以直接擺設它的位置 那我們拉近一點點呢 就還可以看到這個沙發的材質 到底是怎麼樣喔 好 那我現在把沙發放在旁邊 然後在牆壁的部分呢 我想要換一幅畫 放這個畫 登登 畫就出來了 我超大 哈哈哈哈 好 那放完沙發跟畫之後 我要來放一盞燈 燈燈燈燈燈 這個燈好了 有有有 燈 燈要出來了 有沒有看到很奇怪的一個空間 原來的設計品味 對 好 如果你的設計品味跟我一樣 不是這麼好的話呢 我們也可以就是量一下家中的尺寸給設計師 在右下方這邊有一個按鈕 有一個尺的地方 你就可以直接就是量一下現在的範圍到底是多少 有沒有 沒有 現在就是一個拉皮尺的感覺 將將 那你的空間的整個空間的大小就出來了 這樣人人都可以成為室內設計師囉 好的 那ZenFone Air呢 已經在今天6月14號正式開賣啦 售價是24990 那今天的出賣影片就先到這邊啦 那別忘了要訂閱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給我們影片一個Like 最後也要把我們的粉絲團社會搶先看喔 掰掰